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本週四的凌晨三點,歐洲冠軍聯賽第五圈首回合上演三場較量 其中一場為莫迪主場迎戰加拉塔沙雷 莫迪主場戰鬥力強行,加拉塔沙雷近方上街,雙方細均力碟 一場激戰成和在所難免 莫迪是上季羅超冠軍,雖然今季聯賽整體發揮不如上季強勢 與榜首相差10分,但好在主場演出維持以往的水準 在前九輪聯賽主場作戰中,莫迪取得6勝2和1負 攻入22球,緊而緊失7球 主場不敗率接近9成的同時,攻防兩方面的發揮都無可挑剔 其他提的是,莫迪在今屆歐冠聯中的主場戰鬥力都是值得信賴 第三圈,在首回合作客0比1落敗的不利情況下,莫迪次回合 在主場2比0擊敗客以生機晉級 在第四圈,莫迪同樣在首回合作客舒服的情況下,次回合2C主場亦轉翻盤 就算這次面對來勢洶洶的勁敵加拉塔沙蕾 擁有主場之利的莫迪都是毫無畏懼 加拉塔沙蕾是圖超傳統毫無,球隊都是歐冠聯的常客 論經驗和實力,他們要比金將對手莫迪高出一手 上季加拉塔沙蕾同樣勇奪圖超貴冠 而這也是他們事隔三個賽季後再次捧起聯賽冠軍的長輩 禁下休賽期加拉塔沙蕾除了忍進委、費特沙蕾等強門外 到留下了上季奪冠的最大功臣莫洛伊卡迪 要知道,這位阿根廷射手上季共26次出場打入了23個入球 順出8次助攻 在最近一場歐冠聯賽事,正是憑著莫洛伊卡迪的入球 加拉塔沙蕾才得以一球小勝奧林比查 而最近一輪圖遷,他更是上演梅開二度的好戲 作對原勝特拉布中並強馬撞的加拉塔沙蕾新賽的表現相當出色 在近六將各項賽事中,球隊豪取四勝兩和的戒跡 同時還有四場能力能力保城門不失 可見圖超豪門近期攻防演出之間,就算金將作下出戰 保和真勝對加拉塔沙蕾來港仍然輕而易舉 陣容方面,中場盧卡斯托雷拉上將歐冠聯染紅 金將將楚波加無緣被減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SHARE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